是不是一样 也许我们在学校的演出场地都不太规范 所以有所限制 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 我们已经非常的感动了 1990年代白先勇 他说他第一个讲的 说昆聚最好的演员在中国大陆 最好的观众在台湾 但是我们经过我们20年的努力 我们台湾也有非常优秀的演员 我们这次的演出可以说是戏曲学院精工剧场 几乎全员出动 我们的资深演员赵阳强 朱明玲等等几位 还有我最年轻的演员像刚刚演舞子去的 是戏曲学院才刚刚毕业的 我们给资深演员鼓掌 最后要感谢的还是各位观众 没有你们 我们就没有这个再做下去的勇气 所以我们11月还有演出 那么1992年我在中央大学成立 戏曲研究室 那么我们的研究主要以昆聚为主 那我们二十几年来收集了相当多的东西 这个文物跟资料 我们在今年的11月23号 我们昆聚博物馆会成立 原来是现在要成立 但是因为工程延后 11月正式成立 那么晚上也有三场演出 一场就是范尼与西施的演出 还一场是蝴蝶梦 23号范尼西施 25号蝴蝶梦 然后24号在大稻城 也是蝴蝶梦的演出 不过那是售票 今天免费 希望你们也能够来给我们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 非常谢谢所有的精神非常 谢谢 如果分享 还有我们的导演 还有我们的字幕 是水减最高的 台湾戏曲 除字幕很少这样子 没有错误的 也因为我是东文系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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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